我今天这个图形,用交集连集的话,就是我假设这个图,它的那个X,就是它的X的这个方向的值是100,那这边50好了,这边也是50,OK,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怎样呢?挖出来,有没有,这一块其实是可以怎样?用什么呢?用那个,有没有,这一块啊,我如果要挖出来的话,可以用什么方式呢? 我可以在旁边画一个方块,然后放过来之后,用什么呢?用那个,我们有连集,有什么,插集,还有交集,对不对?那我可以用什么,用插集的方式怎么样,把它插集掉,然后呢,再来中间这边也有一块,有一块小方块,那这一块的话呢,它的距离大概,比如说里面深度的话,这个是15好了,这个地方15,那高度的话呢,其实就是这样,就是刚好, 就是25的一半,就是这个地方高度是25,那深度的话是15左右,那这个中间的距离的话,我们大概就给它一个,大概50左右好了,就把它放在中间,也是把它挖掉,那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呢,再做一个斜角, 根据5-7,我想这部分各位先试一下,把之前我们教的这个,插集的方式呢,再把它复习一下,画第一个,我要插集掉它的话,第一个就是我画个方块,那我想这个步骤就第一个,我们先画个,小老鼠,100, 倒点50,倒点50,倒点50,画方块应该会吧,对不对,然后再来的话,我要怎么样呢,先把这一块,前面这一块先去掉,那前面这一块去掉的话呢,我就再画一个方块,那去掉这个方块呢,它的,它的X是多少,X是多少,100,对不对,然后倒点25,倒点25,OK,就这一块对不对,那这一块呢,要把它搬到那边去,再把它插集掉就好了,那要怎么搬呢, 搬过去呢,用3D移动,3D移动,在上面这边,对不对,前面有用过,对不对,然后要从哪边移到哪边呢,从,假设这个端点,这个端点,就是把移动的时候,3D移动的话,这个端点,移动到哪里呢,这个端点,然后把它重叠,对不对,重叠之后呢,再用插集就可以,插集掉,对不对,OK,画第一个,第二个就是再画一个什么,画这个图形,然后再把它搬到这边来, 再把它插集掉,不就有了,最后再做一个倒角,就完成这一题,OK,好,来试试看,3D移动,不过你们要慢慢习惯3D移动,点下去之后的话呢,